大家好,我是你來問我保險法律問題 我都會知無不言的大寶法王 Johnny 前一陣子有一位粉絲傳訊息來給法王 語氣看起來有點緊張 他說最近他想把兩張買了10年的人壽保險保單的藥保人 分別換成兩個子女 這兩張保單的保險金額分別是新台幣500萬元 想不到保險公司竟然跟他說 欸不行,你要先去國稅局申請完稅證明 否則我們不能讓你變更 這位粉絲非常緊張傳訊息來問法王 那怎麼會這樣子過去也都沒有這種情形啊 那是不是國稅局要查他的稅 他是不是涉及逃漏稅了 這位粉絲,你稍安勿躁 不要緊張 聽法王慢慢的說給你聽 先告訴各位一個案例 過去呢,有一位司先生 司法的司 他呢,向ABC三家保險公司也都投保了人壽保險 他要把這三個人壽保險的藥保人呢 變更為子女 但是呢,後來他變更藥保人之後呢 被國稅局查到說他沒有申報贈禮稅 他贈禮的金額總共有新台幣800多萬 於是呢,國稅局核定了贈禮稅大概是新台幣70幾萬 那麼因為這位司先生沒有去報稅 所以國稅局才罰了他一倍的罰還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讓法王慢慢說給你聽 首先法王要先跟各位解說一下 人壽保險、保險費的結構到底是怎麼回事 有保人壽保險的人 你們一定會發現到 人壽保險的保險費每一期繳的都一樣 不管你是20歲、30歲、40歲或者是50歲 你繳的金額一定都一樣 但是你一定會疑惑 因為人壽保險的保險費 不是應該要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嗎? 因為年齡越增長風險就越高 照理說保費應該要越增加啊 這個是保險公司所設計出來的一種繳費的制度 叫做平准保費 目的呢就是怕人老的時候經濟能力比較弱 怕他們無力繳費 導致最後呢他乾脆不繳了 讓保險契約失效 因此呢有這樣子的平准保費的設計 所以讓你年輕的時候多繳一點 老的時候呢 就可以用著年輕的時候多繳的金額來補 那這個時候一定會有人問法王 那可是年輕的時候多繳的保險費 通通跑到哪裡去了呢? 事實上年輕的時候多繳的保險費呢就會累積起來 就成為了一筆 現金價值 或者是俗稱的保單價值 因為依據保險法的規定 所以藥保人有一個權利就是可以提前解約 其實通常如果保險契約 定約超過一年以上 都會有現金價值 你解約的時候 現金價值扣掉了一些必要的成本之後呢 剩下的部分就叫做解約金 就會退還給藥保人 所以當你要變更藥保人的時候呢 就等同於把這個解約 然後領回解約金的這個權利啊 由一個藥保人移轉到了下一個藥保人的身上 這就好像說 你有銀行存款 但是呢 你把領錢的權利移轉給別人 讓別人去領錢一樣 這樣子的情形 會被認為是一個財產權的移轉 在法律上被認定是一個贈予的行為 所以國稅局依據移產和贈予稅法的規定 認為這個就是一種贈予 所以要來競爭贈予稅 那案例裡面的司先生呢 他把藥保人變更為他的兒子 因此呢 他就是把解約金領取的權利移轉給了兒子 當然被國稅局認為說是一個贈予的行為 所以這位粉絲同樣的道理 你要變更邀保人 變成你的兩個子女 可能跟司先生就會有同樣的情形 會被國稅局認定是證明 因此你就必須要去申報 贈稅 這位粉絲的問題是 那為什麼要去申請還稅證明呢 他說他過去都沒有這個情形 為什麼現在會有這個情形 的確 過去是沒有這個情形的 因為這個制度 是從109年11月開始的 109年11月的時候呢 台北市的國稅局發函給了 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告訴他們說 以後呢 如果說要變更邀保人的話呢 要先向國稅局申報證明稅 所以說很多的保險公司 為了因應這個情形 就會告訴他們的邀保人說 以後你要變更邀保人 你要先從我這邊拿到一張 保單現金價值的證明 然後呢再把保單現金價值的證明啊 拿給國稅局先申報證明稅之後 從國稅局那邊 拿到了一張完稅證明之後呢 你才能夠再回來 申請變更要保人 因此呢 這就是為什麼 這位粉絲 你的保險公司會要求你 一定要提供完稅證明的原因 但是呢 你也不用緊張 雖然這個程序是麻煩了一點 但是最後呢 你會不會被課到證明稅呢 其實你可以善用父母和子女之間 證明每年有新台幣 220萬的免稅額的規定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保單調出來看 你的保單裡面一定會有一張 年末的解約金的列表 也就是說你在保告哪一年 年度終了的時候 你如果去解約 你可以領回多少解約金 那麼你可以看這個年末的解約金表 來換算說 到底這個時候 變更邀寶人成為你的子女的時候 解約金有沒有超過新台幣220萬元 因為你的保單已經保了超過10年 所以一定會有保單現金價值 解約的時候一定會有解約金 所以你一定要回去查一查你的年末的解約金列表 看看金額是多少 在新台幣220萬元以下 那你可以放心的把保單的邀寶人 變更成你的子女 這個部分是不會被課徵正與稅的 但是如果說你的年末的解約金 也就是到第10年年末的解約金 超過了新台幣220萬的話 就可能會發生正與稅的問題 如果這個時候你不想要被課徵正與稅的話 法王告訴你 指定受益人是沒有正與稅的問題 那指定受益人的時候 如果被保險人死亡的話 受益人要被課徵所得稅 那個門檻是非常非常高的 你不想要被課徵正與稅的話 你還是不要變更邀寶人吧 直接呢 將你的子女指定為受益人 再讓子女幫你代表保費 其實也可以發生一樣的效果 這樣子你聽懂了嗎 我是大寶法王 我專門為大家解答各種 保險法律上面的疑難雜證 為大家質疑一條迷路 點起小鈴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 並且按一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歡迎私訊給我們 或者是在這底下留言 大寶法王說好險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